你不可以再回家嗎? 我們訂了凌晨六點就入屋了 快點, 我收拾了 對不起, 等等 這樣吧, 我電話借的 家裡有多少錢?拿就給我吧 家裡哪有錢? 有多少錢就拿出來 快點 快點 三百塊 早就叫你把錢拿在家裡 你死也不肯 我怎麼知道你這麼急 我告訴你, 你又沒甚麼事 不要打電話給我 如果有事的話, 我會切辦法通知你 知道嗎? 那你甚麼時候走? 那你怎麼說得通知你 說不定馬上走 就這樣吧 金門樓的事怎麼樣? 現在就搞定了 不如你跟他們談好了 我先走了 這傢伙 你這傢伙都整晚站在這裡幹甚麼? 這麼晚還沒打電話? 這傢伙都還沒打電話 這傢伙都還沒打電話 我剛才走 我沒有打電話 好嗎? 我沒有打電話 阿燕, 你在哪兒? 誰來了? 你吵架 誰來了? 怎麼這麼晚還有一個垃圾人 救命中的呢? 那是誰? 燕燕, 開門吧, 我是法哥 法哥?誰是法哥? 朱全法 朱全法? 快開門, 開吧 你幹甚麼? 有人在嗎? 你叫那個人走行不行? 你幹甚麼? 你叫他走, 我有很多事要跟你談 那你先躲起來 去哪裡? 他在哪兒呢? 誰來了? 別這麼多問, 快走 誰來了? 快走, 你老婆來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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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起事上來, 一天半天就死了 不會有事的, 燕燕 你放心吧 看你的樣子還叫我放心 燕燕, 你這麼大的女兒 也不是這麼沒膽子 老實告訴你, 燕燕 我那件事爆了之後 有很多錢上的東西, 燕燕也不能碰手 所以我是想來拜託你 只要我做得到, 我怎麼也幫你 那我現在寫一張書給你 你明天一早跟他銀行走一次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兒? 不知道很奇怪嗎? 你老婆, 現在不知道你在哪兒 你昨晚有沒有見過他? 忘了 怎麼樣? 在檢查看 小姐, 我們只是想搶一天朱生協助調查 沒甚麼事 你不是請到救了嗎? 難道你還想請到陷家嗎? 有人明明看朱全發 昨晚回到這裡的 坐開牆, 看看他在不在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等等 好 謝謝 小姐, 對不起 這筆錢暫時不能兌現給你 為甚麼 因為這個支票戶口已經凍結了 小姐, 你知道規矩的 這件事沒錢怎麼可以兌的 你就當是幫幫我看看, 何老大 錢我一定有辦法給你 不是說你沒辦法 不過是想你付錢而已 大哥, 我現在的確是沒有錢的 你想清楚了沒有 那邊等著東西的 時間到就開船了 那邊等著東西 我不用想 為甚麼 阿燕, 你想想 他現在銀行的全款 都被人凍結了 我得到你甚麼 我白白的跟了他幾年 他現在走還要我把他全都給他 他真是開胃 是, 可是沒甚麼抵押人來不肯開船 這件事我不管他了 有管事, 他就游泳去台灣 玲玲, 開口也有話嘛 一夜夫妻白夜恩嘛 你不用跟我說這些話, 燕 如果你也相信這些話的話 你只會差點 你試想想, 這個世界有甚麼要比錢更重要 阿燕, 你知道 這個世界甚麼都可以 阿燕, 最重要的是錢 要不然我們賭甚麼 賀老大, 我朱某有人幫你 賺過不少錢的 我介紹過多少財路給你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 我們都拿著命去賭的 你以為我坐下就收錢了 而且你每一單都打一份數 你還提來幹甚麼 我們就要試賭的 再試試試看 我怕甚麼好嗎 他想要嘗嘗 你對吧 一定要有今天 你要不小心 如果我給這兩萬塊的首飾過他 叫他把金滿流的股份授權給我 這樣我就可以賺十幾萬 而且還可以做個順水人情 阿燕, 我是玲玲, 你幫我告訴朱全發 你說我要見他 卻據我, 李宗盛 許多 stamp, 早安 有人提供, Dragon冰 要詞 音樂 你嚇死人了 那些東西呢? 售群書吧 媽 我走了 朱先生去台灣嗎? 是呀 為甚麼不通知我們的朋友 看我組織的旅行團一起去台灣玩 他這次去台灣是有些事辦的 當然是大生意, 這麼神秘的 是呀, 金先生, 朱先生那些股份 好像有跟你說過, 是不是? 說過又說過 我當初以為他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的, 是真的, 真的要退 我們幾個大股東不在 如果要公私承受, 這個不可能 那如果私人承受呢? 當初我們埋股的時候說明 那些股權不能夠給外人 那意思是說收不回了 那你不用這麼緊張 朱先生去台灣嘛, 就回來了 他可能不回來了 是嗎? 進去 坐吧 朱全發真是跑了 你看他的母女這麼早來找我 關於退股的問題 談得怎麼樣 談得怎麼樣 談得怎麼樣, 把他叫來買 我說等齊的股東回來了 才慢慢跟他談 等齊這麼多股東回來 就不輪到我們買的了 最多是大家分攤的 你放心吧 黃仲貴在美國, 洛輝去台灣怎麼等 我們只有攤東來勝 我怕他單獨來找你, 故意提醒你 就算他來找我, 我也叫他跟你談 那就行了, 我有辦法了 阿楠怎麼樣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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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住幾天, 讓我平靜一點才出去 那你出院就先回到我家裡住一會兒 不用這麼快就回去 興雲, 那個好處不是很好 不好也沒辦法了 這次大妹跟她馬家生不得兒子 你方回去不要受氣嗎? 你別胡說, 現在甚麼時代 很多人怕臭兒子 不想再吃一會兒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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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方伯 娜小姐, 請坐 那些東西趕不趕著? 不趕, 慢慢不晚 那我有些東西想跟你研究一下 我覺得我們地盤的工作 進展太慢了 究竟是人手不夠 還是技術上有問題呢? 老闆, 那些油多還不來 快點, 快點 第二場的形勢真好暖 真不知道是哪一隻 你以為呢? 男性, 你有介紹一下 那場江山美人一定贏了 你有沒有搞錯, 他贏得 你快點多我受 江山美人, 哪有丹麥嬌下你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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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多吃一件油多 好… 夠時間了 吃完就算了 怕甚麼?老闆又不在那裡 派出魚嗎? 誰有筆? 導演給你看 現在叫那隻吧 釘緊 怎麼不見本公? 德哥呢? 德哥, 去昆記找他 昆記? 昆記就是樓下咖啡檔 這個時候去喝咖啡? 是呀, 或許他口渴就喝點水 他還沒有, 或許他口渴就喝點水 這裡是那個時候去喝點水 你找到那個時候去喝點水 你真的要喝點水 要喝點水 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 吃了嗎? 你吃了嗎? 你吃了嗎? 哦, 姐姐還沒回來, 稍後你再打來, 拜拜 姐姐, 怎麼樣? 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爸爸回來了? 那甚麼? 詹伯琳剛才打電話來 上次沒多久 怎麼樣?今天有沒有回清秀? 當然有 習不習慣 做下去才知道 媽 阿琳, 你回來了 媽媽 我想打個電話給你爸爸 說甚麼? 沒甚麼說, 我想問她現在怎麼樣 媽媽, 不如讓我打 不用管, 我叫姐姐打 好, 聽你的話 阿琳, 你想甚麼 沒甚麼 我想舅舅你應該轉行 為甚麼? 她沒興趣做現在的行 她告訴你嗎? 她沒對我說 那不是你怎麼知道 你問問她吧 她是誰 她想要去找她 她是誰 她說她 她想要去找她 她說她 她說她 我會想要去找她 她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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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小姐 是呀, 湯嬸, 請進來坐 謝謝 湯伯 駱小姐, 請坐 好 駱小姐, 有甚麼消息 沒甚麼特別消息 你還喝 湯伯也挺好酒量的 我不是好酒量 不過我一定要喝 我駱小姐喝茶吧 謝謝 不用 你去哪兒 駱小姐來到當然要跟你談的 你還喝甚麼 沒甚麼特別的事 人生不宜時, 十上八九 駱小姐, 好像駱山那麼好人 顧著要走去台灣 像我兒子那麼乖 病得五眼六色 真是天無眼 靈朗有病嗎 是呀 是甚麼病 腎病 那有沒有看醫生 有 上次是駱生 給錢我跟他去看專科 不知道為甚麼看都不好 駱小姐 駱小姐 我知道我的心情不好 四盤的工作我做得不妥當 我很對不起你 我更加對不起駱山 湯伯, 你別這麼說 這不關你的事 你做得很好 今天晚上我來就是想跟你商量下一件事 看好不好遲了我的舅舅 我知道他很懶 而且還影響到其他公友 他很不生性 不過, 他心情寂寞 也是真的 一個人在惡劣的環境之中 一定會有壞的嗜好 所以他比較難倒一點 我不認為這是好的理由 雖然不是好理由 但是事實是這樣 駱小姐, 我希望你給他一個機會 你也不想要 阿朗, 金爺 馬先生, 你回來沒有? 沒見到 有沒有人找過我? 今天沒有, 昨天好像有人打電話給你 如果有人找我的, 帶他進來 好 周日時, 甚麼? 有人找金爺嗎? 男女兒 好, 你叫他去大堂等 我通知他就行了 進來吧 金爺 金爺, 有個魏玲玲小姐找你 魏玲玲, 找我甚麼事 不知道 你說我暫時沒空, 先問清楚 好 魏玲小姐 怎麼樣?多哥 金爺想知道你到底找他甚麼事 只是一些私事 他想知道究竟是甚麼私事才肯接見你 你幫我告訴他 你說朱全輝的股份在我手上 我想跟他談談這件事 阿朱先生, 麻煩你, 我看過了 沒甚麼問題 沒問題 是呀, 駱小姐 田門那裡有一單工程招標成建 你是說昨天賣在獻部那單吧 是呀 張先生, 以華輝目前的情況 怎麼吃得下這麼大的工程 就算我們公司不打算做 我看應該落標紮下架才像樣子 為甚麼呢 不然別人以為我們公司沉了 那也是 說不定我們去紮下人家 分餅仔也分了十萬八萬 為甚麼分餅仔 有些建築公司呢 他的工程做到七七八八張近的員工那時候 他是想接工程來接續組 那他就低一點價錢也想爭來做 如果我們下架低一點來助一下他家 那他就請我們喝茶 然後分餅仔給我們 那分餅仔分了多少錢 如果照田門那單工程這麼大 我看也分了七萬至八萬人左右 七萬至八萬 好 張先生, 麻煩你查一查看看 有沒有人是自在必得的 如果有的, 你通知我 好, 不過這樣, 駱小姐 以前駱先生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公司很少分餅仔 只有我們分給人的 我知道, 不過我是有理由的 好, 那我幫你查一下 我出去吃 好 你進去 金爺 這位是魏小姐 請坐… 謝謝 你先出去 是 謝謝 謝謝你, 金先生阻礙你,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怎麼樣 朱全發叫我來跟你談股份的事 你想怎麼做? 他叫我來退股 還有叫我來跟你商量一下 是嗎? 是, 我可以給你授權書你看看 不用了 我已經跟朱先生談過來了 公司目前沒那麼大筆錢 跟朱先生頂點股權 金先生, 你開玩笑嗎 根本樓做得這麼旺 有甚麼理由二十萬都拿不出來 那就是一件事, 還有其他問題 好, 老實說, 我這份人做事都很爽快 不如這樣, 我把股份下落賣給你們 八折收錢 公司目前就很難跟你承受股權 或者找其他股東商量一下 那也好 八折就沒人制了 因為每個股東都知道 金滿樓不是很光景 那金先生你的意思怎麼樣 隨便不知道 二十萬拿出來, 只能收一半 那就很難說了 做生意的事有時候連渣也沒有 不過五折就少一點 回來考慮一下 那好吧, 金先生我考慮過來找你 有空來坐 謝謝 謝謝 大小姐, 這麼快就走了嗎 是呀, 謝謝你, 周先生 好呀 對了, 小姐 如果我們想找你, 怎麼才能找到你 金先生有我的電話了 是呀, 金先生時都很忙 很多事都交代我做的 不如這樣吧, 你留下電話就比較方便 那也好 好, 請過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有空請來喝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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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魏玲玲? 是呀 這是他的電話 你先收起來吧 你說他五成不肯賣嗎 是呀, 他說要回去考慮才肯賣 是呀 好, 我先打電話 好, 我先打電話 沒有, 想向你銀行借十幾萬 魏小姐, 我看你不需要考慮這麼多了 其實只有我才肯出這個價錢 不錯 無疑, 你多給我兩成 可是算起來, 我還是虧本的 你不會虧本的, 魏小姐 其實做生意的錢也不是錢 尤其是朱先生現在又不在香港 晚下手連渣也沒有了 到時候你去向誰追呢 好, 我有餘養給你 那我們明天去律師樓 就辦清楚手續吧 俊悠 我們押了他三成就肯賣了 這麼低 最多就是五成 他肯不肯賣的 不是, 我們幹甚麼, 我們做紀念品 說再說, 朱全發怎麼會授權給他呢 兩老契, 甚麼都行 還有, 到時候我們收到朱全發 百分之十股權之後 可以放膽大度手腳 王重貴百分之四十不能動 只有陰桿的位置 怕甚麼授權給洛林和周日成 這樣就盡快勒定他買了 當然 魏小姐, 請你在上面簽個字 是 謝謝 謝謝你, 陸小姐 謝謝你, 魏小姐 謝謝你, 魏小姐 好, 請你去哪兒 興雲, 那現在大妹去哪兒呢 當然先去我家 不要等了, 走吧 走一會兒 一會兒阿俊來到, 連老婆去哪兒都不知道 媽媽, 姑娘 阿俊, 怎麼你來得這麼晚呢 剛剛有些重要的事, 坐一會兒 來, 走吧, 走吧 阿俊, 我想大妹回去我家住幾天 為甚麼 你媽媽想大妹休息幾天 然後回到你家 也好, 那你就去媽媽住幾天 走吧, 走吧 阿俊 阿俊, 怎麼這麼晚就不睡了 睡不著 來 那個是你老婆 有甚麼理由讓人家通道搬 喝甚麼 你問他吧 回外家住幾天有甚麼所謂 回外家 回外家為甚麼不先問我 幹甚麼 他出了醫院了 有甚麼理由不回家才行 讓他回外家休息幾天 休息 那現在家裡沒有床他睡了嗎 沒等他坐嗎 去哪兒休息 進友, 叫他回去 叫他回來又怎麼樣 他是我們的媳婦 他生是我們馬家的人 死是我們馬家的鬼 他不應該回來嗎 好, 進友, 你叫他回來, 去吧 好, 去吧 媽媽說她心裡很掛念阿楠 叫我接她回去 這些都是拿來講的 老婆, 如果是這麼掛念大妹 在醫院那時候就好掛念 西等到現在嗎 她也是掛念的 如果不掛念, 怎麼會叫我來接她回去呢 媽媽, 我還是回去好了 隨便你吧, 你回去就回去 來, 走吧 來, 走吧 我進去拿點東西 俊, 大妹這次這樣 她身體很差了 你要對她好一點才行 我知道了, 還用你吩咐嗎 好, 走吧 阿楠, 媽媽, 我們走吧 你回去等多點東西吃一下 我們走吧 大妹, 有甚麼事 打電話回來給媽媽 喔 來吧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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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伯 謝謝, 駱小姐在這兒嗎 在這兒, 請坐 老太太 湯伯, 隨便坐 倒一會兒三伯 阿林, 湯伯來了 收拾了, 不好意思 不要客氣, 你們慢慢聊聊天 我又一會兒去 喝茶, 湯伯 謝謝 湯伯 駱小姐 隨便坐, 沒客氣 是不是有甚麼事, 湯伯 駱小姐 有甚麼事, 你隨便說 我跟兒子看病, 我想請日假 請假沒問題, 你想甚麼時候呢 我想明早去, 地盤的工作 我已經交給湯伯做了 那就可以了 對了, 你想去哪兒看醫生 聽說澳門有個專醫奇蘭雜症的 我想帶你身上去試試看 他是中醫還是西醫 好像是中醫 是中醫醫師, 不過說他懂法術的 法術 湯伯, 我覺得法術這件事不太可靠了 還是要試試看吧 在香港, 醫療不太好 是新病嗎 是 醫生說這個病要去美國可能有得醫的 是呀, 但是... 那大約需要多少錢 加起來也要四萬多塊的 進來 馬小姐, 我幫你查到了 原來那宗標有一個霍洞才 志在基德 誰是霍洞才 是駱先生的好朋友 他是大業主, 他自己有建築公司的 他跟駱先生那麼老友, 我們很不好意思 好了, 你找他的電話給我吧 讓我打電話去 好 霍先生, 你這麼說我真是很難做的 無疑, 我要尊重你 因為你跟家輝有感情 不過現在我們就在說生意 不錯, 生意還生意 不過我們這一行 是有我們的行規 只要你肯把這條標放棄 可是你需要甚麼條件, 隨便發聲 你是說分餅仔 不錯 那怎麼好意思 你別說不好意思 我已經說過 我們這一行有行規的 只要你把這條標交給我們公司 我們就給你五萬元, 你以為怎麼樣 那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霍先生 那你立即答應吧 好, 那你立即答應吧